銀色轎車行進河美鎮 新北路和四北路口時 右方一臺紅色轎車 美檢素直接攔腰撞上 整台車被撞到當場反覆 紅色轎車車頭也撞爛 車上的乘客和駕駛擦錯傷送醫 这个路口二月初才发生死亡车祸 才一个月又出车祸 当地居民说 這個路口是重劃後 新開闢的道路 沒有耗制燈 經過的汽機車 大多只是按一聲喇叭 沒減速就通過 才時常發生車禍 上個月一名女騎士悲遺狀 重傷不治 留下三名就讀國小的小孩 令家屬悲痛 沒想到才一個月 又有車子相撞 民眾經過該路口 一定要特別注意小心 警方說這個路口 雖然沒有耗制燈 但左方車應該要 禮讓右方車 因為這個路口 今年已經發生三起車禍 因此未來會設置閃光耗制 提醒駕駛人 經過的時候要減速慢行 好愛新聞的林家 趕緊張一光 謝忠一 彰化報導